麻婆豆腐是一道家瑜富小的川菜 基本上大家都会做 但是你真正的会做麻婆豆腐吗 能够把麻婆豆腐做好吗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四川最正宗的麻婆豆腐做法 首先正宗的麻婆豆腐 一定要选择这个胆水豆腐 因为100年以前嘛 只有胆水豆腐 没有石膏豆腐 先给它切成1.5厘米 建方的丁 豆腐的话尽量切来均匀一点 第二步做正宗的麻婆豆腐 一定要来点牛肉 随便割上一点边果料下来 再来切一下后给它剁碎 如果没有牛肉的朋友 用猪肉代替也是可以的 但是的话 那相对于牛肉来说口感 插拉抹一丁点 再来上一根蒜米 给它切成这样子的火火 也就是平时喊的蒜米花吧 再来额外的准备一点姜葱蒜 给它们分别配一下后剁碎 锅里面来上一丁点油 最小火下入几口干辣椒和干花椒 先来给它炒上一个刀口辣椒 表皮炒至微微的糊就可以先倒出来了 另起锅烧水 来上一点老抽酱油 一勺盐 虾切好的豆腐先焯一下水 焯开过后就可以倒出来了 连汤汁一起先给它泡着 如果你把汤汁倒掉了 它们就会全部粘到一起 将才焯好的刀口辣椒 用刀给它按碎 先麻烦的朋友就可以不用弄这个刀口辣椒了 就给它放点辣椒粉就是 在这里炒菜都要排队啊 因为只有一口锅嘛 我刚刚把豆腐焯好水 老板就要煮一个冬瓜汤吃 冬瓜汤烧好了 就来炒菜 95号的菜籽油来一点 做麻婆豆腐这样子的菜油一定不能少 少了的话它就不好吃 下牛肉末先炒散 全部都炒酥烂过后 下姜葱蒜和芹川豆豉 四川豆瓣 炒好的刀口辣椒粉 放辣椒粉是增加香味 也可以增加一个麻辣的味道 烹入一点料酒 加少许的水 再来下入焯好水的豆腐 调味一点生抽酱油 一丁点鸡精 再来一丁点贝糖 先给它度过两到三分钟 使其入味 水淀粉给它勾一个薄芡 第二次勾芡 第三次勾芡 让芡汁把豆腐包裹住 然后并且油也全部都晾出来了 真的做的麻婆豆腐才够靠谱 撒上蒜苗花灰 关火 这麻婆豆腐的颜色绝对是要得的 红通通的 出锅就可以了 这个豆腐绝对的烧得巴适 麻婆豆腐你烧成这个样子 卖个38块钱 也没有人会说你卖的贵 最后给它撒上一点花椒粉 美味继承 非常美味的一道麻婆豆腐就做好了 蒸子烧出来的豆腐特点就是 麻 辣 烫 炫 轩 滚 酥 嫩 每一口都是下饭的味道 正宗的四川麻婆豆腐做法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去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适着告一行 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够做出正宗四川麻婆豆腐 当然不喜欢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 三个 哟 这么好吃 我还没来老本麻婆豆腐给你操几下 麻婆豆腐就要操乱了 幸好今天这块豆腐比较老 这个好吃 就是有点麻 一点也不麻 麻婆豆腐就是它的麻 它的特点毕竟是麻嘛 对不对 麻辣喧香 蒸棕的呢 其实还是有麻子 有麻子人少吃了蒸棕 你问的是花椒还是花椒粉 花椒粉 没放花椒 嗯 那么之前吃花椒吃得香得很 它吃什么花椒 就是菜里面的花椒 我不吃花椒 你吃过我看到了 这么高温的天气就在这里 不回山下 很好吃呗 就是很好吃呗 因为现在孩子放手掉了 给他抱了一个游泳课 增加他的那个 那个体力 增加你的 免疫力 嗯 你要给大家汇报一下吗 我就说 我们也在这里啊 你也在这里啊 等他学好了 我们又一起回去啊 你看嘛 你一个人走来吃也是吃 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单独走 这就是浪费钱了嘛 在一起吃就是节约钱 你要找我扯屋要吵架 对不对 还要还要拉别人 对